近日 NBA自由市场开启 接二连三的交易 使得这个夏天热闹非凡 其中胡人队的动作最频繁 签下诸多老将组成西洋红战队 球迷戏称 只要你够老就能来胡人 然而一个达拉成为了胡人的漏网之鱼 近日 他以一年底薪合同重回勇士 与水花兄弟格林再度联手 至此 一个达拉成为目前确定下赛季 有球可打的NBA球员中 年龄最大的一位 阿斌不得不感叹岁月如梭 这位2015年总决赛MVP 也到了新疆退役之际 下面就让我们把记忆里的时光打开 一起来回顾一下 一个达拉的球员生涯 1.除鹰展翅低空飞行 一个达拉从少年时 就展现了超于常人的运动能力 凭借着优越的身体颠覆 一个达拉在2004年选秀大会上 以首轮第九顺位 被废城76人队选中 从此开启了NBA征程 在前两个赛季 一个达拉就打得兢兢业业 从不参攻 他的球风不像新秀 反而像一个老球匹 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现在什么位置 做什么事 他的传球很无私 防守很积极 当时球队老大毫无疑问是艾弗森 艾弗森对这位小兄弟很是喜欢 并独家照顾 又因为两人英文首字母缩写都是AI 所以当时球迷亲切地称 一个达拉为小AI 2006年全明星扣篮大赛 一个达拉接艾弗森版后 助攻以一记滑翔反扣 寄金四座 可惜最终还是让小赌斗罗宾逊 拿下了扣篮王 评委公布结果之后 一旁的艾弗森 科比 詹姆斯 都立马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为一个达拉感到不公 除了扣篮大赛 一个达拉实战中的扣篮 也让球迷热血澎湃 一条龙抢断暴扣 与队友行进间的空接配合 突入禁区的丽皮花山等等 让他成为NBA每日石家球的常客 作为一名NBA球场高空作业者 年轻的一个达拉几乎能够做到实战中所有的扣篮 这也让他早期被冠以扣降的称号 在艾弗森的带领下 一个达拉就像厨英一样成长起来 然而好景不长 两个赛季后 艾弗森与七六人闹得不欢而散 远走担负绝金 球队也被外界看衰 认为难有竞争力 就在人们认为费城就要崩溃的时候 一个达拉站了出来 用自己的表现力挽狂澜 帮助球队止住下降的颓势 打出了四年内三度闯入季后赛的战绩 这也让伊格达拉正式成为了 后艾弗森时期的球队领袖 并且入选了东部全明星 不过七六人始终难有突破 只有2012年在公牛当家球星 罗斯受伤报销的情况下 才完成黑巴奇迹进入四轮 其余时候球队均无亮眼的高光赛季 始终只是季后赛下游球队 从未被当作总冠军热门 甚至连季后赛搅局者都算不上 或许伊格达拉也在这段独自在队的时期 由于是小AI深思熟虑之后 决定效仿埃弗森的足迹 也把下一站选在了丹佛 2.惊鸿一撇高原赞歌 有道是树挪死人挪活 2012-2013赛季 是伊格达拉来到绝晶的第一个赛季 他就和队内同样拥有飞行走兽 般身体素质的球员组成了丹佛田径队 他们能跑能跳善攻善守 又坐拥高原主场优势 战绩一路飙升 该赛季除了热火打出了惊人27连胜 其实绝晶的57胜也创造了球队历史 常规赛结束 他们以西部第三进入激活赛 这是一个达拉激活赛履历中 第一次被排到上半区 而且对比整个缠入的东部 西部可谓是强队如临 能排到西区前三 这简直就是质子飞跃 他也对激活赛怀有一腔抱负 希望能够走得更远 可惜梦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 在激活赛首轮 手握主场优势的绝晶 被勇士以下克上淘汰出局 上一个赛季刚完成黑八的一个达拉 这个赛季就被黑六 阿斌只能说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虽然这轮系列赛 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回顾的赛场因素 勇士赢的也算是兵不血刃 但是场外的爆料 相信球迷或多或少有些印象 在绝境被打得节节败退之际 主教练乔治卡尔想到了盘外招 受益球员在赛场上把库里弄伤 这一想法遭到了一个达拉强烈抵制 并且私下里提醒库里要当心 如此可见 伊格达拉具有高尚的体育精神 为人也光明磊落 虽然在丹佛仅仅待了一个赛季 但是留下的高原赞哥深入球迷内心 同时 这次季后赛的对决 是伊格达拉与勇士缘分的开始 在那年休赛期 他跳出了当时1610万美元的合同 以先迁后换的方式加盟了勇士队 把天赋带到了荆州 要知道 当时詹姆斯的合同也不过是1700万 伊格达拉此举颇有瀑布沉舟的勇气 说到打不过就加入 肯定会有球迷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杜兰特 其实伊格达拉才是更早被勇士打败 并招致麾下的球员 但是不同于杜兰特 格林不会对伊格达拉说那句经典的 在你到来之前 我们就是总冠军了 因为正是伊格达拉的加盟 才促成了勇士真正崛起 为之后王朝的建立打好了基础 其实就像买股票一样 伊格达拉是在勇士还处在原始古时期就买入的 而杜兰特则是在勇士73胜后高位买入的 中间的利差肯定是不一样的 球迷的口碑也会不同 随着伊格达拉的加盟 勇士死亡无小的阵容除具除型 经过一个赛季的磨合 加上主教练科尔的到来 这个赛季伊格达拉被安排到了替补的位置 伊格达拉之年 并且之前做过球队老大的球星 让他做替补 这在很多人看来都是难以接受的事情 但是伊格达拉接受了 并且在替补西任劳任院 带领第二阵容为球队提供稳定输出 由赖于他的让步和数据上的牺牲 勇士常规赛以67胜高居联盟第一 并且顺利冲出西部 迎接他们的是重返克里夫兰的詹姆斯 以及他的骑士队 在2012年詹姆斯获得首冠的时候 伊格达拉曾说 如果还有人黑詹姆斯 那么这些人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我出钱 那么到了2015年 需要看心理医生的人数 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这也取决于勇士的发挥 缺病少将的骑士队 在詹姆斯的带领下打得异常顽强 前三场战霸 总比分上 骑士竟取得了2比1领先 如果再不辩证 局势就会很危险 科尔于是换伊格达拉 来盯防箭头人物詹姆斯 在伊格达拉的不断消耗下 詹姆斯得分虽然难以被遏制 但是效率下降 同时与队友之间的连线也被切断 骑士最终陷入了困兽之斗 被勇士成功绞杀 基于赛场贡献的考量 总决赛MVP给到了伊格达拉 他也成为历史上首位 在没有首发全部总决赛比赛的情况下 夺得FMVP的球员 同时 他也是历史上首位在常规赛 担任替补的总决赛MVP 对此 就有很多球迷为库里命不平 毕竟库里才是勇士的绝对核心 同时总决赛场均数据26.7分 6.2篮板 5.1助攻 对比伊格达拉的16.3分 5.8篮板 4助攻 横看数看 都是库里获得FMVP更有说服力 然而结果无法改变 就像无法改变2006年扣篮大赛冠军归属一样 无论如何 这就是属于伊格达拉职业生涯最夺目的时刻 虽然伊格达拉荣因FMVP 但是球队还是以水花兄弟为核心 在接下来的一个赛季 勇士常规赛势如破竹 创造了常规赛73胜记录 并在西部决赛中1比3落后的情况下 完成绝地反击 逆转战胜雷霆 每到关键时刻 伊格达拉总能上演对杜兰特和威斯布勒克切球好戏 成为比赛胜负的关键之时 如果2016年的故事到了这里 对于勇士和伊格达拉来说都是美妙的 然而总决赛被骑士还了一个3比1翻盘 同时第7场 詹姆斯钉板大帽伊格达拉的场景被无数次做成了海报 当然 2016年的勇士也不是毫无收获 杜兰特的加盟为接下来两个赛季带来了总冠军 只是在杜兰特绝对实力面前 伊格达拉的FMVP机会主义不会再有 不过能够在勇士获得三冠 相信伊格达拉已经很满足了 并且这些冠军也不是躺着拿的 他的防守 他的串联 以及在关键时刻的抗压表现 都是勇士夺冠必不可少的 顺境看库里 逆境看杜兰特 绝境看汤姆森 走投无路看伊格达拉 这不单单只是一句玩笑话 后来伊格达拉又辗转到热火 度过了两个赛季 表现不温不火 此番回归勇士 想必伊格达拉内心是百感交集的 一切仿佛都变了 勇士已经连续两年没进季后赛 但又仿佛一切都没变 和当时出道勇士的时候是多像啊 库里 汤姆森 格林 还是同样的球队框架 阿兵相信 只要伊格达拉在场上 还是会不遗余力地为球队亲其所有 这位老将游箱里还有多少的游 能否帮助勇士重返昔日荣光 我们拭目以待